因為他現在是在 Z 軸的方向做彎曲 我們現在回覆到底 你要他整面是彎的話 現在他改的是 Y 軸 你去彎的時候 你會看到 他就會斜著彎 如果你有改換到 X 軸的時候 然後 慢慢去彎的時候 就形成這樣的彎曲 所以你自己看一下 當然因為這邊的面 沒有切割線 所以彎可能會形成 面積比較有那麼工整 但我們加上其他造型都可以試試看 所以你可以去做這樣的一個形態的變化 目前可以先看一看 Ben 的功能是什麼 對於其他的形 想說你的立體造型也OK的 想說你先做了一個圓柱 圓柱形 然後是做 Ben 的 做運動 又可以做運動 看你做哪個動作都OK 這就是立體造型很容易明白 因為立體它的切割線 我們剛剛看到它的切割線比較多 有沒有 你看它是有很多切割線 所以它要彎的時候都不成問題 你的切割線這邊 找這個部分你要去彎曲 就會形成剛面積整理的形態 因為我們有按鈕的設定 所以這邊看一下 再來我們要看的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我們還沒用 叫做 Lab Lab 的話就是旋轉造型 APHC 旋轉造型 也就是像工業人家在做車床 不要乖乖的車床 是拿車刀在旋轉造型的車床 那這邊的話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部分 我們一樣用線型來看 線型的話 我們還是以這個頭來做參考 我現在畫了一個 畫了一個線型 右鍵中鑽 那這個線型的話 我們現在看一下 我們要把它做成一個 旋轉的造型 它會是形成什麼 那同樣的 你這個線要使用的時候 還是得要形成一個封閉線 它才會有厚度 這個前面就講過了 所以我們在這邊的話 記得要先給它一個 Outline 的厚度練習 所以我們這裡的話 往下找到 Outline 號 給它一個厚度 那有了厚度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 Lab 來旋轉 那旋轉的時候 點一下 它就出現這樣的一個型 那這個型的話 那現在我們可以觀察到的是怎樣 把它移開來 你可以看到原來這裡 但是呢 它好像以這部件的中心 來做旋轉造型 所以它在這邊 那所以呢 你可以去設定它 它這個部分 有一個叫做 Online 你要對提 對提在哪裡 Minimum center for maximum 這三個 那這三個代表就是說 我們在這邊的話 這個線的左側就是 Minimum 中間就是 Center 外側就是 maximum 所以我們這裡的話 旋轉的時候 如果我們選擇是 Minimum 它會形成一個 Basin 對的是內軸 Center 就是剛剛的形 maximum 變成一個花瓶 OK 所以它就往一個是順時針這個方向 一個是 也不是很講順時針 就是一個是眼外側轉 一個是眼內側轉 所以這裡的話 如果我們今天要做一支 高腳杯 我們就做這樣的一個設定出來 那這高腳杯設定好之後呢 我們就有一個新的例子造型出來 那檢視一下也沒有問題 把它做成字幕 檢視一下 傳出來的東西 這是一個合格的高腳杯 好像不合格 它是有個洞的 所以水會流出去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 變成你自己要想一下 動腦進去想一想 你要怎樣 才不會是一個漏水的高腳杯 可見我們在這裡 在設定的時候 我們的線型 就是得要去增加它的厚度 或者是你完成 假如你就是要這麼薄 中間要厚一點 那就是這當中完成之後 你可以去把它的 等一下 弄錯了 你可以再去把它的那個點 移動幾個點 讓它 動錯了 移動幾個點 把這其中幾個點 往裡面 多同學 定用Ctrl 把它往內移一些 然後這裡面的造型再調整一下 其他的那些點 再去調整一下 這樣的話 中間就能夠封閉起來 所以有些細節 你自己可以再去調整一下 所以這裡的話 你就可以再去想一想 有一些形態 你去做邊修的時候 為什麼沒有很影響 或是怎麼樣的一個原因 當然還有其他的方式 比如說我們今天如果 不是高腳杯 我要做的是一個盤子 做一個盤子的話 我們要怎麼旋轉 也可以一樣 我們來做一個 看一下 我們要從哪一方向來 平線的顏色有點淺嗎 OK 一個線 一樣我來做線形的編修 Outline 我剛剛有抓到有一點補助 所以這個 彈幅不是很平整 那我們現在做好的這個部分之後 這個形我們一樣可以去做 在旋轉 他是不是都一直抬出來 所以這個造型 它主要就是旋轉 看你要的形是怎麼樣 你在基本線形的時候 你就自己可以先思考一下 OK 然後往後面先換給空間 然後這個部分我們一樣 我們一樣